大家好我是真老師 上一次影片教學有人留言詢問關於 究竟要如何做好一個漆面的材質設定呢 剛好今天我就是要帶各位來做這類型的材質教學 我們先看一下畫面中的參考資訊 會發現到其實漆面它變化性還蠻大的 從一般我們最常看到的白色的漆面 還包含了具有天然或是手工質感的特殊漆面 那不管你是在選擇在做哪種類型的漆面 他們都需要一張好的貼圖來達到我們要的目的 這個貼圖會運用在我們的基底 然後還有反射以及凹凸的表面上面 那為了要達到這樣一個效果呢 我這邊也會提供相關的貼圖連結 供各位來下載 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跟著我一起來做 首先我們先打開材質編輯器 設定一顆新的VR Material 以及VR Bitmap 然後再將我剛剛提到的貼圖資源 裡面會有一個叫Pressed Textures 補檔 將它拖曳至 Bitmap 入鏡 好了之後呢我們再將這個貼圖連結到Diffuse Map 通道 那接下來我會給我們場景中的物件 分別是給我們的天花板以及旁邊的造型牆面 好了之後呢我先回來到場景中的物件 我們先觀察一下它可能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問題比較大部分會是在天花板 為什麼呢因為天花板我現在所設定的貼圖的 大小是120公分乘120公分 所以它會產生一個很明顯的一個重複連續的一個狀態 我們要如何去稍微消解一下這個過於明顯的重複呢 我們就必須要再回來到材質編輯器進行處理 好所以我現在再回到攝影機的畫面 開格尼模式 我這邊會採用的另外一個貼圖工具 就是 UVW Edmizer 我們先把它拉進來 它其實是在做一個隨機貼圖的一個工具 目前它所設定的 變數會有三部分 一個就是隨機偏移 隨機旋轉以及隨機縮放 我們現在先把它這個連結 連到Mapping Source的通道 然後我們要開啟裡面的 有關隨機貼圖的施放連續選項把它打開 並且將圖和圖面之間的相混合的一個的參數提升到0.25 這邊所做的任何一個修改 它並不會正確的顯示在我們的工作視窗當中 必須要透過跑圖方式來觀看 接下來我們要來處理一下關於顏色的部分 我現在還是先將材質編輯器的材質球放大來看 我這邊所設定的目標是在於是一個米白色的基底 所以我們的不均質的紋理必須要再壓單一些 不然它會看起來有點髒 所以我這邊先採用的是 CarkH進行為一條 那我這邊會再修改一下我們的節點 獨立來觀看一下這張貼圖的一個調整 為了要降低它的對比性 所以我會透過Gamma Contrast數值來做調整 那我往上提升到2.5 所以你會看到它的顏色 除了會偏亮白之外 它同時也會 產生一個比較低對比的效果 我只要把這個基底的顏色的差異 拉到最小但是也不要完全消失 好了之後呢 我要去調和我要的色彩 那本身它就是一個沒有顏色 所以我必須要透過合成貼圖以及 Red Color來進行合成 所以我先把我要的顏色拉進來 然後再準備一下合成貼圖 合成貼圖的部分我這邊會採用就是A層B 所以我們可以先改好 讓兩個顏色能夠正確的交疊在一起 原本預設的顏色是中灰色 所以我必須要進入到它的色塊裡面進行調整 假定我現在需要一個米白色 那我會把明度排除掉 因為這個明度部分會交由原本的這個灰界圖檔來替代 那我再將這個合成貼圖把它連結到Depuce Map通道 OK做到這樣一個程度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進行跑圖了 所以我現在再打開跑圖視窗 那為了要有效看到圖面的一個效果 我會先把它改成是50%的大小 然後我們再按下即時跑圖 在這個階段 處理貼圖的畫面來看的話 其實它並不會一個很明顯的一個呈現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剛剛針對 圖面進行 對比的調整 讓它變得比較淡 整體畫面 材質部分會比較偏白 如果你想要再更確切看到圖面Diffuse的表現的話 我的建議是你可以來到左上方的RGB Color的清單裡面 進入到Diffuse Builder進行觀察 每一看到它其實會有一些不均質的紋理在表面 只是它非常的微弱 如果你不給它多一點跑圖時間的話 基本上是很難看出這樣一個差別的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處理有關反射的部分 我會拿既有的貼圖進行反射上的調整 我會直接拿Color Calculation的圖面 便宜複製 那意味著就是說它前面的圖都是用原本的貼圖以及 隨機貼圖 我們唯一會產生的處理在明亮度的部分 但我現在就將這張圖面連結到反射貼圖通道 這個通道 它的明亮度會影響到它的反射的強度 現在只會比較偏亮的 意味著它的反射會變得比較強 可是為了要讓我們的表面的模糊 能夠產生更不均質或手工的感覺 我們可能需要再拿這張圖 重複利用在反射模糊的區域 所以我會再片一複製一次 然後再將這個圖面連結到反射模糊的通道 那反射模糊跟貼圖它到底會有什麼樣的關係呢 如果我們把它像說它是一個白色 單一的顏色的話 基本上越接近白色 它的呈現出來的反射模糊就會接近清楚的 越接近黑色它就會越模糊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需要再讓它調暗一些 所以我會選擇使用RGB的數值 讓它再降下來一點 讓它稍微帶一點模糊 所以我現在降到50 所以你會看到它呈現稍微模糊的效果 接下來我們就要進行跑圖 我們從畫面中可以看到 它表面開始出現不均質的反射了 這就是我比較想要的一個效果 漆面的表現可以更加的自然 好 最後我們要來處理凹凸 所以我再回來到材質編輯器 選擇我們前一次使用的Color Cation貼圖 進行便移複製 然後再將這張貼圖連接到 Bump Map通道 我們這一次的目的就是要讓我們的 物件表面能夠產生 粗糙的感覺 所以我們透過 材質求的顯示會看到它的表面會已經帶點粗糙感 那我這邊所使用的凹凸的強度是30 那沒問題的話我們現在就是再回來到跑圖畫面 由於跑圖會需要再更進制的效果 來表達我們剛剛所調整的凹凸的表現 所以我這個時候會採用的是 原尺寸的大小 所以我會先將 50%的縮防筆關閉 並且按下傳統跑圖進行 好各位看到 影片中的畫面就是我在跑完大圖後細節的表現 我相信大家在學習的過程當中會發現特殊漆是一個蠻不好調整的材質 因為它有非常多需要處理自然跟手工的質感的部分 所以當你在處理這樣子的材料的時候得要花更多的心思在於其中 好影片至此跟各位來做一下簡單的提示 首先我們會很需要用到UBW RedMiles的貼圖來處理大面積的物件 讓它的四方連續可以產生更自然的效果 在第二個階段我們則需要透過貼圖來達到反射強度以及反射模糊的不足 精子的感覺 最後呢 我們可能還是需要再搭配 凹凸的貼圖來強調表面上面的戳操的感覺 那它也會影響到整個圖面的細節 如果各位在練習過程當中有遇到問題的話也歡迎各位可以在下方留言 然後我會盡快與各位來回覆 感謝你耐心的收看 今天就到這邊 zie 一直在這裡